华林县政府5月30号到6月7号 针对满5岁到17岁学童来进行校园接种儿童BNT的疫苗 县长徐中卫在6号由卫生局长朱家强陪同 前往了华林高农、四位高中、北昌国小还有美伦国中 来视察现场接种动线 也关系学子们疫苗施打情形 华林县政府从5月30号到6月7号 针对满5岁到17岁学童进行校园接种儿童BNT疫苗 现在徐中卫6号在卫生局长朱家强陪同之下 前往华林高农、四位高中、北昌国小以及美伦国中 视察现场接种动线 现在徐中卫表示 首先感谢门诺医院、国金华林总医院、玻璃华林医院 华林刺激医院以及13项站式卫生所为相近服务 更肯定学校积极守住校园的安全 并且提醒学生们施打疫苗之后多休息 影视上注意营养均衡 平时可以用温盐水来漱口减少燃疫的机会 但有一些孩子也没有家长陪 不过好勇敢 大家必须来打针 我想第一个保护自己就是保护自己的家人 尤其是各位哥哥姐姐 我们家里还有弟弟妹妹的举手好不好 哦对啊家里还有弟弟妹妹 所以你们要当防卫的第一线好不好 回到家 党安针回到家要多喝水多休息 那另外记得回家之前要先洗手 洗手然后之后回到家先充充换换衣服 很重要也可以常常漱口用盐水 温盐水来漱口 这样子会让我们减少染疫的机会 保护自己 然后自己的家人也比较不会染疫 所以在这一周面也特别来关心大家 那今天呢我们是由门诺医院来为大家服务 其实在这时候我们同时有门诺医院805 还有护花以及瓷剂 甚至我们所有的这个卫生所也都出来为大家服务 所以在这里真为要请大家做好每一个国民 每一个小小国民要做的就是先把自己做不好 不要增加我们印度人而困扰 就是就是注意我们不要到外面去平聚 然后另外呢我们尽量减少我们这个在餐应用餐 要带外带或者是宝宝妈妈在家 跟宝宝妈妈一起做菜成为我们宝宝妈妈的小助手 我想这也是让你知道你看到的菜 你吃了什么进去让我们自己身体更健康 欢迎县市区疫苗街总理区小夏当代大 县城府在6月8号当天针对未在学校接种学生 设立两处大型接种站 分别在花林市中正体育馆 怎样国小现场才谁到谁打 国小国中以及高中学生前往接种的时候 请细带学校开业的补接种通知单以及健保卡 为入园幼童前往接种的时候也请细带健保卡 记得喜欢观视频道 欢迎订阅长以 runway